美食當前熱氣騰騰 一年只營業一天的院裡 鬼門關夜市 也被稱為台版神隱少女夜市 多達四百個攤位 封街盛大開張 鹹豬肉拌炒洋蔥 經過炙燒增添香氣 遊客摩肩擦腫逛夜市 品嘗特色小吃 全台各地的攤商 衝著一日商機大集結 走進來的時候 人潮還好 但走過去以後再回來 人怎麼變這麼多 果然名不虛傳 今年滿熱鬧 比較多條 之前比較少一點點 比較多條 對 來自桃園 這位賣胡椒餅的大姐 一擺攤就是二十年 三千五百個 三千五百個 對 那以往平常在賣 大概都不幾個 以往喔 有兩百個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個貨量吧 對 以往大概多了 大概多兩三倍 只不過今年夜市營業前 馬路上搭起多個棚架 卻引來當地飲料店抱怨 門口前幾步路的距離 就租給飲料攤商 不只變相打對臺 架設的棚架也影響出入動線 為了擠進夜市區做生意 院裡鎮長巡視時 也發現亂象不少 他說許多攤商 沒有依照路權申請擺攤 會請警方處理 勸離違規攤販 也請大家自重 閨門關夜市 湧入人潮商機 越夜越熱鬧 錯過再等明年 三立新聞 斬品洪槍巡原來市小組 苗栗報導